欢迎收看灿烂时光会客室 我是节目主持人管中翔 灿烂时光会客室 是由公民行动营记录资料库独立制作 我们透过人物的专访 议题的整理 新闻的回顾 带大家了解到正义性事件背后 值得我们要去关注的议题 然后我们不是只有看热闹 还可以看到事件的门道 也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YouTube跟Podcast 当然也更欢迎大家 透过捐款的方式来支持我们 让我们可以做更多更好的节目 大概在20年前 其实我就跟一些原住民的朋友 有一些在互动跟往来 这往来当然是在社会运动上面 因为大概20-30年前 台湾的原住民族 随着这个民主化的 这样的一个浪潮 或是这样一个阶段 其实也提出了非常多的这种诉求 当然这个也不是只有在20-30年前开始 可能在更早之前 就已经有这样一种社会运动 这包括还我母语运动 包括还我土地运动 还我姓名权的运动 我们在这过程当中看到最近这样的 十几二十年来 这个社会其实是慢慢在进步 原本一些看起来是一个殖民的 这样的一种状况 好像越来越少 可是实际上面在日常生活里面 或者是这一种文化上面 还是有很多的冲突 甚至在政治经济权力上面 原住民族还是有某些的限制 当然你可能会觉得说 他们可能有某些的 这样的一个福利跟优惠 可是我会常常觉得这是一码归一码 这必须要把它谈得很清楚 那最近有一群原住民族的朋友 到这个提起了这个行政诉讼 这行政诉讼就是有关于 他们的姓名权的权力的问题 这个有关原住民姓名权的问题 事实上也已经经历了 这个二三十年的历史 那他们这一次的诉求 是希望他们在身份证上面 可以单列他们族语的名字 这对我来讲或对很多人来讲 我看起来听起来都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 可是似乎是没有那么的容易 在节目当中就来邀请到这个Safon 一位长期关注原住民 参与原住民运动的原住民朋友 来跟我们讨论他们为什么要发起这样一个运动 为什么他们主张 在身份证的相关的证件上面 只要有他们的族语的姓名 而不要其他的汉字家族了 Safon你好 大家好 我是Safon 然后我是以我族名呼唤我行动小组的成员 那本身也长期是原住民族青年阵线的成员之一 对Safon其实 我应该也没有办法知道你是年轻一辈的 至少对我来讲你是年轻人 但是长期大概有很长的一段时间 就是在关注这个有关原住民族的运动 是一个建教吗 我不知道应该用什么名字来形容你 但是我相信很多人对你不太熟悉的会叫你Saf小姐 可是你本身并不姓Saf嘛 对那大家可以在荧幕上看到的那个名字的正确的评音 是Safon那这个名字不是会被在身份证上被翻成中文 强制的 然后所以我就选了Safon三个字 所以很多人会直接用那个中文叫我 其实也OK就算了这样子 可是就是真的蛮常遇到就是叫Saf小姐啊 或者直接叫我说Safon你好 就会蛮尴尬的 这因为其实它其实是一个完整的三个音节的拼音这样子 可是这个其实倒不是只有你在你在你身上发现 我之前跟马耀比后还有一些 也是传播科系的老师我们在一起开会 然后他就常常被称呼叫做马先生 但他其实并不姓名 对这可能是常常很多原住民都会遇到的困扰吧 没有错就是其实也是因为这样子 我们现在其实就是在争取 这个小组其实就是在争取说 我们有一些人希望就是应该用正确的 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族语都有统一的书写系统 那应该用正确的这个书写的成员 为我们族语文字的文字来正确的在身份证上 标注我们的姓名这样子 其实在去年五月开始 当然那个原住民的有关于姓名的运动 已经有二三十年 但是在去年五月的时候 其实有七位原住民的朋友 像呼针机关要提出这个改名的这些相关的申请 那他诉求其实比较我看起来是蛮简单 就是希望不能够不要再使用汉字 然后改以这个单独显示姓名的方式 可是后来这个护重机关就觉得 这个好像与法不合或是与办法不合 他就不受理 那你们也到了这个行政院去提起行政诉讼 那在应该是在上个月也有一些相关的这种讨论 可以跟我们稍微讲一下这个整体的行政过程吗 我先跟大家解释一下 因为大家可能不太清楚说 现在就是传统姓名 原住民族使用传统姓名 在法律上有三种方式 那第一种是我把我的族语名字 用中文单独翻译成中文以后 直接显示在身份证上 那第二种方式是 这三个字 其实不止啦 就是因为我的氏族是法令警难 所以我的名字身份证上有七个字还要加一个点 因为中文没有空格的语法 所以我们去分隔那个名字跟氏族名的时候是加点这样子 然后单独用中文显示 第二种是我用中文显示以后 我在下面在附助并列 所谓的他们在法规上使用罗马拼音 但我们认为应该这个是足语文字 它应该是一个正式的文字 它不只是拼音系统这样子 那再来就是第三种方式就是 我可以继续使用我的汉名 就是譬如说我小时候我的名字叫做李品函 那我的李品函三个字下面也可以加注那个罗马拼音 这样子三种登记方式 不过比较特别的是第三种在法律上不被认为是 正式的回复传统姓名 它只叫做加注 对那最近大家有个看到一个视线案在讨论 就是姓名榜身份这件事情 所以使用第三种方式 它其实我觉得很怪异的事情 是它就是说那这样子不算是回复传统姓名 所以其实以简单来讲就是说 你可以有写纯粹的翻译成汉字的名字在上面 那或者是说你可以有汉人或是中华民国给你的这个名字 例如说李品函再加上这个可能是拼音的文字在里头 可是你们觉得这样的一个做法有什么不好吗 因为你们希望的东西叫做单独显示族名 对就是因为我们刚刚一开始就讲到说 其实中文字很特别因为中文字每一个字有它独特的意思 所以当我们汉人的家庭在帮孩子取名字的时候 每一个字都是很重要的 那都不是开玩笑 不管从发音 不管从字上面的意义都是一个家庭对孩子的期许 但是回到原住民族 这件事情是一模一样的 就是我的名字是来自我的家族 来自我的这个族群的身份标记这件事情 他应该被正确的被认识 但是当他翻译成中文以后 就会被中文的这个特殊性给影响 比如说我现在萨峰案 我要写成萨峰案三个字 可是这三个字跟我的名字是一点关系都没有的 它是一个标记 是完全无关的 对是完全无关的 当然大家就会认为说 那你比如说很多人就会跟我说 因为我就刻意选一些比较不会有特殊的意义的汉字 但大家就会问我说 你为什么要用那个风 就是那个风好像就是 你为什么不用吹风的风啊 这样子听起来很美啊 或者是用丰富的风啊 听起来 我就想说我没有要听起来很美 或是听起来很怎么样 因为我的名字就不叫那个 我真正的名字的意思 我的名字本身是没有意思的 因为这个是我们布农族的名字是隔代传承的 刚好我这个名字是现在问老人家 他们没有特别意思 但是这是来自我外婆的名字 对 所以这是我跟我外婆就是的连结 我们在布农族里面相同名字叫做阿拉 所以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讲不是单纯 只是说好不好听 好不好看 那第二个就是误会的问题嘛 我们会一直被拆解成 就是比如说萨小姐 马先生这些的使用方式 但是完全误解我们名字的意义 跟命名方式的意义 那第三个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是 我们一直在讲国家语言平等这件事情 我们最近一直在谈 前几年一直在谈语言平等 所以大概在2017年的时候 我们通过原住民族语言发展法 2019年的时候通过国家语言发展法 那这些法律里面都显明了 就是所有的国家语言一律平等这件事情 可是我们却在正式的身份文件上 没有感受到平等这件事 那我们认为就是 你的名字的显示方式应该 就是所谓的名从主人 那个名从主人除了我怎么被称呼 还包括我要怎么书写跟记录 应该是这个样子才对 那我们也不是说所有的人 都必须只能使用就是主语文字 来单独使用 我们只是希望 不过是希望想要这么实用的主人 他有一个选项 而不是现在这种毫无选项 被限制的状况 那所以我们在去年的时候 就开始到护证机关去申请 那申请之后 当然都被拒绝 然后就开始宿愿 然后在今年五月的时候 正式的到就是行政院去进行 就是开记者会 也让大家知道这件事情 然后做集体的书院 然后这个书院已经全数被驳回了 所以在今年一月的时候 其实一月二十五号 是已经进到了行政诉讼的程序 然后法院第一次开庭 所以我们又再开了一次记者会 那进度大概是这个样子 简单来讲就是 从一个族群的平等 或是语言的平等来看 或者是从你刚刚谈到的 这个姓名对原住民族 不同族 它事实上是有不同的意义 跟汉人的命名的意义目的 都不太相同 那我觉得这事情看起来是很简单 就是如果回到一个族群平等 回到一个意义的本身上面 其实多列了那个汉字 或是汉人的名字上面 其实反而会造成很多的误解跟困扰 那这个事情我觉得很简单 为什么会搞到最后要去 要去诉认 然后行政诉讼 这是不是一个很简单的法律条文 改一改就可以了 其实在我们的 就是诉求里面 我们甚至觉得法律 根本就不需要修改 因为现在的法律 这个办法嘛 对不对 对在姓名条例里面 回复传统姓名 就已经不受其他的 前面的条文限制 所以没有要强制取用中文 那再来就是 中文这个定义在 原住民族语言发展法 跟国家语言发展法 通过之后 它应该内涵要被重新定义 过去中文只单指汉字 那现在如果我们认为 中文两个字 不是代表中国的文字 中国的语言 而是代表中华民国使用的语言 我们国家肯认的多元语言 那中文两个字的内涵 就应该更扩张到 包含所有的族语的书写的文字 都应该要被肯认 是在这个法律内涵里面 那我觉得 最荒谬的事情 其实是我们在过去 包括在立法院里面 其实有很多的原住民委员 有去咨询这件事情 那还包括我们在这次 整个素院跟 进到行政诉讼过程当中 那机关有一些回复 那他们的理由 大底上是说 这会造成社会困扰 为什么会造成社会困扰 就是总夸的来说 他就是这样子使用了 社会困扰这个次 那甚至是在几份的文件当中 他直接引用了宪法23条 宪法23条叫做 基本权限制条款 就是说如果有一些 涉及重大公共利益的事件 的一些权力限制 在宪法里面是有弹性空间的 那他就引用宪法23条说 为维护公共利益 我们做出这个限制 是没有伤害 是在宪法保障的 许可范围里面这样子 就是用宪法来回应我们说 这个我知道姓名是人格权 我知道这是该受 法律保障的基本权 但是我为了社会大众着想 所以我们就是得以 就是稍微的限制你们的权利 这样子 那可是到底具体来讲 这种所谓的公共利益的内容 是什么 其实是从来没有被 在所有的公文书里面 他们都没有具体的说明 到底会造成什么样的公共利益影响 但是在几位政务官的嘴巴里面 他们是说 因为社会大众看不懂 那刚刚提到麻药比后 我觉得就是蛮想要提 就是哥哥讲了一个名言 他就说 如果社会大众看不懂的话 那为什么车牌可以ABC 就是原住民比车牌还要不如 那我觉得这个比喻就是 应该大家蛮好理解的 对啊 麻药比后的那个把名字找回来 里面有个很经典 就是那时候 这个身份证的格子还很小嘛 他的族语 族名很长 然后他写建备注吧 还建什么 对建备注栏 就是你会发现 这个才对原住民造成很大的困扰 不是吗 我们比较困扰 其实我不知道社会大众有什么困扰 因为其实前阵子很红的 那个鲑鱼事件 就是改名字就可以免费吃鲑鱼 那很多人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到新闻 就是很多人 比如说名字就改了25个字 这样子 他把所有鱼都放进去 就想说之后如果改其他 他还可以继续吃 可是其实这件事情 看在原住民眼中是很荒谬 是因为大家知道当初身份证 为什么过去只能是三个字到四个字 因为有汉姓有负姓 就是负两个字的形 比如说欧阳 欧阳对对对对 那其实当时为什么最后身份证的格式可以改到 就是扩充到可以二三十个字 那个是就是像是 搞干嘛要比后他们这些前辈他们在争取说 回复传统姓名 应该入法的这件事情的过程当中一一争取来的 可是当现在就是你可以为了任何一个人可以为了就是想吃免费鲑鱼去改名叫鲑鱼 然后去改名叫做鲑鱼齐鱼尾鱼皇帝鱼一整串莫名其妙的符号的文字 然后他们的权利其实是被法律所保障的 可是当原住民出来喊说 现在我们想要用我们自己的文字来登记书写 让别人认识正确的认识我们的名字的时候 这个国家里面的公务员却告诉我们说 你们这样会造成社会困扰 其实这个相对比之下就会觉得蛮伤心的 我觉得更大的社会困扰就是让大家误解原住民族姓名的意义 就是误以为让大家觉得他的姓名跟汉人的命名方式是一样的 或是误以为他让大家没有办法去理解每个族群 每个族他们事实上命名的方式 可能有些是跟爸爸有些妈妈有各式各样的命名的方式 他最大的困扰就是让我们变成无知啦 就是让我们对这个台湾的这些原住民族造成这个无知 我觉得这才是一个很大的困扰 这改个名字 我觉得那可能是一个习惯嘛 可能会以为你会是这个 例如说好了 这个一个朋友叫拿告 他常常用他的族名鞋 然后都觉得他是一个外国人 那可能是一个困扰 可是那个久而久之习惯了之后 他就不会有困扰 但是你对于原住民族的命名的物资 对文化的物资 那个才是一个社会更大的困扰不是吗 而且我觉得因为从2016年 其实那个时候我刚好在立法院担任原住民立委的法案助理 那那个时候内政部长是叶俊荣 那他就提到说就是这个宪法23条 然后他也觉得说 可是我们应该要就是持续的进步 可是需要一点时间 OK 那到了2021年的时候 就是到了去年 现任的立法委员吴立华 他也再次提出相关的资讯 结果内政部又再回复说 我们还需要一点时间 可是从上一届到这一届 这四五年之间 我很想要知道说 你们一直说需要一点时间去促成社会理解 但这几年的时间当中 我们的国家机关到底有没有做哪一些前进的努力 但看起来是没有的 所以我就会觉得这件事情很荒谬 因为我们 我今天上的节目也是想说 这么小的一件事情 大家听完一定会觉得 哈怎么会这样 但是真的是原住民每天都在 哈怎么会这样 就是你尊重我的权利 不会侵害到 不一定会侵害到其他人的权利 这是可以横平的 那可是你拿一个很模糊的公众利益 社会大众这些虚无的名词来 告诉原住民说 你不可以使用自己的文字 来登记信息 那这件事情我觉得已经 有点超乎我们一般性的逻辑想象 那我也询问过蛮多 身边不管关不关注原住民议题的 非原住民朋友 大家都觉得 这有什么问题吗 你想用什么写就用什么写 也不关我的事 那是你的身份证 又不是我的身份证 对这件事情就是 那种社会理解跟官僚体系的 那个认知跟说法的落差 还蛮明显的 对 所以其实我自己在准备这一集节目 我很担心说 哇我会不会一下就讲完了 漏掉之后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题目吗 条例改一改 公务体系愿意去做一些调整改一改 就简单 但是没想到背后是有一些 很莫名的原因 然后会觉得是一个困扰 那个困扰是困扰到底是什么 不过其实它背后是一个整个姓名的发展 或是权力发展的问题 我们待会休息一下 我们再回来就要谈说 事实上刚刚一开始的时候 就提到原住民族 每一族的命名的方式 事实上都是不一样的 他每一族都有他的这个特别的意义 那刚刚薩丰安也提到 他说以前他小时候叫李品涵 现在叫做这个薩丰安 所以其实在不同执政者执政的过程当中 包括日本人在执政 或者国民党政府来之后 原住民的姓名 其实都经过了一次大的改变 我们待会要回 从一个历史的角度来谈 为什么会有这些改变 这些改变到底 造成了什么样的社会困扰 那到现在对于这样的社会困扰 对于所谓的 原住民跟汉人之间的彼此理解 又有什么样的困扰 我们先休息一下 原住民恢复传统姓名 身份证必须以汉民并存等方式来呈现 但受原住民族人向护政机关申请 要以单列族语拼音来恢复族名 结果被遭到拒绝了 提起行政诉讼 法院今天首次开庭 希望可以透过司法争取恢复传统姓名 拿出证件 吐露满满无奈 原住民碍于现行法规 姓名登记不能以原住民族的文字拼音 单列在身份证上 必须和汉民或是汉字译音的族语并存呈现 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姓名 可以被正确的发音跟书写 面对原住民族语言中的 气音 酌音 喉声音等等 这些是博大精深的华语或汉字 根本没有办法掌握的 姓名原住民族人 以单列族语拼音的方式 陆续向护政事务所申请恢复族名 遭到驳回 再提数月也被驳回 当事人认为依传统文化命名 应该受到宪法平等权 原住民文化权等保障 也是两公约等国际公约 宣誓的权利 因此向中正淡水的护政机关 提起行政诉讼 法院二十五号首次开庭审理 护政机关则回应 一切都是以现行规定办理 不过对这些原民朋友来说 中文汉字无法明确传达原住民名字的发音和意义 期盼透过司法争取恢复传统姓名 记者传讯网的心台北报道 欢迎再次回到灿烂时光会客室 节目的现场 我是主持人管中翔 灿烂时光会客室 是由公民行动营记录资料库独立制作 我们透过人物的专访 议题的整理 还有新闻的回顾 带大家去了解到一些争议新事件背后 值得我们再去关注的议题 我们有YouTube的频道 有Podcast频道 欢迎大家来订阅收听收看 当然我们也期待 您可以透过捐款的方式 来支持独立媒体的运作 让公库可以做更多更好的报道 也让我们也可以有更多的好的访问 来更深入的讨论一些议题 今天要来跟大家谈的是 有关原住民族姓名权的议题 在我们节目当中 跟我们一起来分享讨论的是 以我的族名呼唤我行动小组的成员 萨凤安 萨凤安你好 民族姓名权大家好 下次可不可以请你们把那个 很难记耶 好不好 对想说好心的一个名字 然后把它记得有点困难 原住民的名字常常被讲的句话 你可不可以取短一点的名字 我们可以叫好 不过这还好这不是原住民的名字 对对对 就是突然想到 哈哈哈哈 的确因为每一个字句虽然很长 但它有它的一个文化的意义在里头 那它其实都有它的很特殊的一个意义 就好像我们在上一段节目有提到 就是为什么你觉得不需要有并列的方式 而是单独显示族名 因为每一个族的族名的命名的方式 都有它的意义的存在 可不可以请上方来跟我们解释一下 或者来跟我们介绍一下 就是台湾的原住民族的这种命名的方式 有什么样的一种类型或是一种特色呢 台湾原住民大概分几种就是命名的方式 第一种就是比较常见的是青虫子民 不是对不起我想错 叫做青子联名 就是说你看到像举例来说马耀比后 马耀其实是他的个人的名字 比后是他的爸爸 那青子联名的意思是前面是你自己的名字 后面接着的是你爸爸的名字 然后或者是你妈妈的名字 在不同的部落或是不同的族群里面会不太一样 那另外一种方式是有一个比较特别的是 那个就是达悟族的命名方式叫做青虫子民 青虫子民的意思就是你在一出生的时候 你会被赋予一个名字 比如说大家熟悉的那个夏曼蓝破安老师 他并不叫做夏曼也不叫做蓝破安 因为蓝破安是他的儿子 那当你在名字 你的第一个孩子出生的时候 所有的家人从爸爸妈妈到阿公阿嬷 全部都要改名 就是跟着那个第一个出生的孩子姓 那第一个孙子出生的时候 也会再改一次名字 那所以其实一个达悟族人一生 可能至少要改两次名字 再加上就是中间 比如说他一开始被取汉名 他要回复传统姓名 那其实这就会造成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姓名条例有规定说 只能改名两次 一个人一生只能改名两次 那这件事情就是会在 就是在达悟族的传统文化上不符合 那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 但是这件事情在去年是以就是韩式的方式 就是特殊处理了 就是说要尊重达悟族的文化 所以达悟族的改名 这个是不受限制的 那第三种是所谓的家屋名制 家屋名制的意思是说 其实大家一直觉得说 我们有个也是有个性跟名的概念 就是比如说我想看 台湾族跟卢凯族是用这种命名制度 他们的那个名字 前面是自己的名字 后面是家屋的名字 是真的是那个房子的名字 我为什么要强调这件事情 是因为如果今天 台湾族是党式继承 所以老大继承了这个家 也继承了这个家屋名 所以当老二以后的孩子 他们结婚以后都要去另立家屋 所以他就会改家屋名 对这是大家比较不熟悉的部分 那像我是布农族 布农族的命名方式 就会比较像是大家认为说 这个是性跟名的概念 但是其实也不单单只是这样子 那我叫撒冯安 那我的家族名是法宁吉南 那我们还有 法宁吉南其实是一个中式族名 那我们还有大式族名 那有一些家族 他们分得更细 他们还有小式族名 所以你的名字就会变成 一长串的接在一起的东西 那就变得很长 那大概就是应该没有漏掉 大概就是以上几种方式 命名方式 那我特别要说的事情是 就是这些命名方式 其实有一点类似被那个什么 比如说前面后面 然后这些格式的设定 其实是有点被登记后面 因为为了要登记才慢慢固定下来的 因为我们一般在跟人互动的时候 我不会说 我是撒冯安 把林吉南 我们不会这样子讲话 因为大部分你要看那个当下的语境 比如说你是布农族人 我也是布农族人 我们见面的时候 我就会说我是撒冯安 然后他就会问说 那你是哪一个家族撒冯安 因为叫撒冯安的人很多 所以我就会说 我是把林吉南家的撒冯安 是哪一个把林吉南家的撒冯安 他才会这样子一个一个接下去 所以其实在亲子联明之 可能也是类似这样的状况 就是说我们会讲说 我是谁 我是谁谁谁的孩子 他其实是一种 主语语境里面的互动对话方式 那我们现在把它固定成一种登记的格式 可是他其实 就我蛮希望大家可以了解这件事情 就是说你叫我撒冯安把林吉南 我会觉得很怪 因为我就是撒冯安 大概是这样子 我觉得好酷 但是这么酷 这么有文化 这么多样 这么精彩的一些命名的方式 这么独特 这么多样的命名方式 可能是会被 刚刚谈到的 你在把汉字加进来之后 就会这些东西可能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甚至那个原来的意义 可能就完全的消失 当然我们知道在原住民族的这个命名 虽然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在台湾 在一个民族的社会里面可以慢慢的恢复族民 然后也谈到族民 可是在过去的年代当中 其实过去不同统治者就会给这些原住民族 会有一些不同的命名 例如说 我在上课里面最常讲的一个例子 就是在这个莫纳鲁道店里面会出现的这个高彩云 那他原本是这个欧宾纳大 后来这个日本人帮他赐了一个名字 叫做高山初子 然后来他有一个名字叫做这个高彩云 所以这个人他事实上是有三个不同的名字 这三个不同名字你会发现新的政权来 他就会给予他新的命名 那这样一个命名的方式 其实不只会对于这一种原来的文化 去产生了某种的断根的作用 甚至对于很多的日常生活 也会造成很大的困扰 回过头来说 其实大家觉得殖民的历史一定是历史了 可是其实在原著民族身上 这个殖民的持续是时至今日 一直在我们身上就是产生硬气 然后甚至是在很多时候会不停的加深 我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从日本时代开始就是强制取用 没有强制 当时没有强制取用 但是是大规模的鼓励使用日本名 那我们现在其实回去看日本时期的那个户籍藤本 平地地区可能有汉民有日文名的 因为他们就是被强制使用的 他们被鼓励的那个强度没有这么高 可是山地地区的 我们几乎所有部落的就是回去掉户口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清一色的日本名 清一色的日本名 那日本名还有一个很严重的事情是什么 日本名就是你嫁人以后你会贯复兴 所以你不一定找得到女性长辈过去的家族跟那个名字 对他会换不回来这样子 然后这是我在日本时期发生 我们在做那个家族系统调查 去认识自己的家族的时候 就发现这个很大的困难 那到公民政府时期是一律强制使用汉民 那个一律强制使用 日本人做事情很仔细很谨慎 就是说你就算有日本名 可是如果你原本有就是 你是第一代改名的那一代 他会注尽你原本的族民的这个品质 至少都还会登记下来记录下来嘛 对然后国民政府非常就是暴力 他就是直接把你变成另外一个人这样子 然后所以我们在这个断代的这个户籍资料里面 看到的事情就是你一律取用汉民 然后同一个家族里面不同的汉性 这是这个状况是非常严重的 然后或者是说 我的名字也不是我的爸爸妈妈取的 是护正机关帮你取的 所以什么一些很乱七八糟的名字啊 阿土阿水阿田啊 什么这种名字是在我们的上上 但是非常普遍出现 你问他说为什么 他其实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他甚至不是他爸爸妈妈取的 也不是他在平常生活里面会使用的名字 但是他的正式的身份文件上却是那样子的名字 那我觉得那个困扰不只是 不只是一种 不只是一种 现在我们在回复传统姓名这件事情 也不是突然有一天政府就想通了 就想说好我们让原住民回复传统姓名 就是其实是像马拉格哥还有其他 就是早期的元云前辈他们 花了很多时间去fighting 从体制外到体制内 然后一些原住民的立法委员去要求修改 去说服其他汉人立委 最后才有在姓名条例里面这样的调整 而且那个调整其实经过很多次不同的版本 就是是 当然是慢慢一步一步 我们走到现在这样子 那现在你不能告诉我说 你可以回复传统姓名就好了 因为其实名字跟人之间 我们会讲一句话 就是名字它像是咒语一样 就是你被称呼叫做什么名字 大家有看过那个神隐少女吗 就是女主角因为她被拿掉了她的名字 所以她找不到回家的路 那当代的原住民也是同样的状况 这个隐喻不只是一种比喻 而是在我们身上真实发生的 当我们找不到名字的时候 就找不到回家的路 我们没有办法正确认识自己的名字的时候 我们就没有办法知道自己是谁 就像我们现在在做这个家族系谱调查 我们找不到我们的祖先 这其实很痛苦很难过的事情 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感同身受 就是我们被殖民 然后我们被强迫从小 像我中文讲得非常好嘛 被强迫从小使用他者的语言 那又更特别的是我是一半一半 我在我生命当中看到的落差是 为什么我在我爸爸这一半学得这么好 我对我妈妈这一半是一无所知的 就是这件事情我不知道大家能听到 能不能有所感受 但是其实回过来最简单的就是 尊重我们想要怎么称呼自己 跟书写自己的方式 这件事情没有那么难 这其实在汉人的农历里面 农历的心理里面 或是汉人的文化当中 都会谈到所谓的追本溯源 或者是贾规迪拜情 他们会谈到的一个根的概念 所以其实名字 它不是只有一个称呼的符号 它背后是有非常复杂的家族的历史 种族的历史 文化的历史 甚至刚刚谈到的认同的问题 甚至是根的问题 那汉人都会觉得 这个圣中追缘这件事情是重要的 大家都知道我们要去感恩 这个过去的先祖 所建造 所赐下的这一切 那么当然对原住民的这样的一个姓名的 恢复或是姓名的使用 我觉得都应该是可以很好理解 才对的一件事情 因为它的本质是相同的 不是吗 它不是一个特殊的 不是一个特异的 不是一个异类 而它是一个在文化 在精神上面 基本上来讲是一种一致的概念 对 我没有办法补充更多 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太简单了 简单到我就觉得 为什么要还要让我们这样子耗费社会资源去大行政 是什么 简单 但是也没有那么简单 我们还是可以从原本我以为很快就会谈完 一直谈到现在 我们可以继续谈下去 当然我们回到一个现实的状况来讲了 就是说刚刚谈到的这些官员会觉得说 会造成某种的社会的困扰 但是我坦白说 其实包括马耀他们早期一直在推动 恢复姓名的这样的一个运动的时候 其实我们都有一些或多或少的参与 或者是当时我也去 包括他的一些影片到处 我们会到处的去放映等等 也让大家去知道这件事情 可是一直也会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虽然看到很多的人 或是甚至工作人物 他就恢复族民了 可是还是有蛮多的原住民族的朋友 他其实还是会用原来汉人的名字 原来的这样的名字 那这个其实对于一个运动者来讲 我不知道那个心情 那个想法是什么 会不会我们在推的东西 跟在现实上面 事实上是有一些落差的呢 那为什么这些很多的原住民族 他可能就没有办法 或是觉得不愿意去恢复汉人 恢复原来的族民是不习惯吗 甚至我知道有些人会觉得说 恢复之后会很不方便 然后大家也可能不知道我是谁 或者是有什么其他的原因 这个在实物上面 它的困难又是什么 我觉得本来就要理解跟体会这个困难 因为这个是主流社会不友善 这不是我们的不认同 就是说其实大部分情况是 就算我想过这件事情 我不一定会去做 因为第一个你在行政程序上 你本来就要面临很多的文书的作业跟处理 然后去申请要花时间 那你当你一开始出城的时候 就被取汉名的时候 我当时去在身份证上回复传统姓名 我整整在中正区 台北市中正区护政事务所 待了三个小时 因为台北市中正区护政事务所 没有人承办过这个业务 他们还要打到那一支护政事去问 然后去找表格去找资料 去找法规 那主流社会这么不友善 怎么可以怪我们 不敢使用自己的名字 所以我是不是刚刚提到一件事情说 那个殖民虽然没有消失过 因为那个殖民的架构 没有被真正的打破过 所以我们还在持续承受这种殖民的压迫 只是大家觉得那个殖民的 那个时代过去了 可是那个时代遗留下来的 很多架构跟框架 是持续的像是紧箍咒一样 是扣着原住民族权利 跟原住民族的那种尊严 是一直采压着的 那这件事情我们必须更细致的去了解 那我也不会言 就是其实传统姓名回复的条例上路 到现在超过20年 那这20年的时间就是 回复传统姓名的原住民的比例 不到5% 不到5% 是2%的全台湾人口 2%的原住民里面 回复传统姓名的人不到5% 是我记得那个数字 真的是蛮低的 好像是不到 没有到破万 那可是我 我刚好前阵子去细看了一下 那个数据 就我发现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 我们有非常多人去 我们单独使用中文 中文翻译来登记 那个登记身份证的比例是非常低的 你会去回复传统姓名的人 他都一定会加注罗马屏 然后你就会蛮明显的发现说 那个认同感不在那几个中文字上 而是在就是我们所谓的 现在谈的朱语文字上面 因为我们认为那是 才是真正是正确跟 呃代表我们名字 可是他在我们现在的身份证格式里面 却是一种辅助 却是一种呃并列 就是顺便让你知道一下 但不被真正的当作那个名字 那我自己还 我自己还想讲一件事情 就是那个不友善的程度是 因为我在回复传统姓名之前 其实我是想跟我妈妈一起回复的 就因为我认为这不是个人的事情 然后所以刚好我跟我妈妈 去护正事务所的时候 就是一起问了这件事情 那公务员在第一 就是护正事务所公务员在第一时间 不是告诉我们说 如果你要做这件事情的话 程序是怎么样 他就直接跟我妈妈说 哎这个很麻烦呢 这个你到时候 身份证换了健保卡也要换什么 他换税籍之类也要换 你确定你要做这件事情吗 我超生气的 我真的很生气 我就说 我觉得说 他可能是出于一种文化上面 或经验上面的好意吧 但是这其实也是一种伤害跟困扰 对就是说当我鼓起勇气 我今天要回复传统姓名 我会遇到几件事情 就是当我今天鼓起勇气 想要回复传统姓名 然后我去机关询问的时候 我会先被打击一次 然后再第二次是 好我还是鼓励我自己 要继续去申请的时候 我会在选择汉字 到底该怎么办的时候 再被打击一次 然后第三个可能就是 我真的拿到了那一张 回复传统姓名的身份证 我在这个社会生活 我每一天都在被打击 我每一天打电话到餐厅 去定位的时候 我会被问说 小姐你贵心 然后我就要先深吸一口气 然后看看我今天心情直数如何 如果今天心情够好的话 我就会跟他从头到尾 好好的解释一次 然后如果我今天心情直数 不够好的话 我就会直接跟他说 不然你登记 就我身旁的朋友的信 就是我们每天都其实 在面临这些事情 可是我今天愿意去回复 就代表我愿意承担 因为我相信 当我承担了 我每一天跟一个不同的人对话 告诉他说 我为什么叫这个名字 那要怎么样正确认识我们的名字 社会总会改变吧 可是你要让我有这个机会啊 你要让我在正式的文件上 有这个机会去 去做我自己生命的fighting 可是将国家就告诉你说 不要啦不要啦 你们这样会造成社会困难 可能就是我这种会造成社会困扰 就是明明定位只要三分钟 结果我要哈十分钟 跟人家解释我的名字叫什么 可能就是这种困扰 对 这一部分其实很大原因 但是过去刚刚一直谈到 那个殖民是没有改变的 就是所谓的政治经济的殖民 军事的殖民 也许都看得不是很清楚 或是他不是那么的显著 可是文化殖民 他其实不会在短时间之间 跟着政治军事的殖民 就一起撤退的 他常常都一直存在 而这会存在一直留在 这个日常生活当中 包括你刚刚谈到的 护证机关 他可能会觉得很麻烦 他可能甚至觉得是为你好 然后你会给你 在很大的困扰 那甚至包括一般的人 在使用这些 例如说刚刚谈到定位的问题 他都是一个在很简单的 一个人际互动当中 是因为我们不懂 是因为我们无知到这一种情况 所以我们就会用很自然的反应 那特别是行政体系上面 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很严重的 就是行政体系 他更是在一种便利性的角度 去思考问题 我举个例子 也是跟名字有关 但是是我 我以前刚搬到 这个嘉义来的住的一个地方 他叫做城错寮 就是那个寮 那个房子几号几号 然后因为我常常会去演讲 我会去田鼎剧 我从来找不到那个寮 做一个单位 都是断啊 然后路啊 像啊 弄啊 可是我没有断路像弄啊 这个其实我住在村子里面 就是在一个不是 那个都市化的地方 他的整个行政体系的设计 跟传统的都市是不太一样的时候 我都会遇到这个困难 那我到底要田哪里 然后你没有多一点的格子让我田 那时候就完全体会到 麻药比后里面的影片 就是那个格子太小 然后没有备注栏 然后没有相对应的位置 这个其实就是一种行政体系 他的习惯 或是便利形式所造成的结果 那这个当然就不会是一个单纯的 一个种族之间的问题 而是这个行政的霸权 或是行政的模式 它是缺乏弹性跟多元的理解的 没有错 我觉得我们要认 就是也是每次我都会想要跟 在这样子的访谈跟分享里面 想要跟大家讲 就是毕竟我自己是一半一半的孩子 我们今天在做原住民族权利的 这种争取的时候 我们从来不是在指责汉人 我们在指责以汉文化为底蕴的这种错误的霸权结构 就是我很怕每次到最后谈一谈 大家就说 那你就不要当汉人了 你不要 我们最常被讲的是 你就不要领中华民国身份证 真的是这样子 但是其实大家要去理解那个背后结构性的问题 那我们在抗争的是 那个错误的意识形态 不是人种 不是种族 那我是在抗争我自己的一半吗 不是 那我今天使用布农族的名字 我在否定我的 爸爸的协同吗 也不是 那是因为身份证上只能登记一个 那我也希望说 我爸爸给我的名字 我妈妈给我的名字 我都可以就是呈现在我的身份证上 但我们对于整个国家 对于多元的想象还是太贫乏 太薄弱 以至于很多的可能性都没有办法被实践出 其实我们在这个整个运动过程中 很多人会质疑说 你为什么要用外国符号 那我们其实就是蛮常被问到这个问题 那我希望今天也有机会回应一下 就是其实你要说外国符号 对于原住民族来说 不管是中文 不管是罗马拼音 它都是一种外来符号 那原住民过去没有文字 这是事实 可是文化是会与时俱进 而且我们现在发现说 拼音的符号 要转换成我们的族语书写的系统的时候 它是好用的 所以我们选择这个好用的符号 那你不应该以这件事情来否定 这是我们的族语文字 就是使用权利的这件事情 然后就是希望 也今天借着节目也让大家知道一下 就不要再问这个问题了 好累哦 我也不会再叫你们把那个名字改短一点 我讲运动盘子的意思 不是你们族的意思 对 不管是种族的多元 或是所谓的地方的多元 地理上面的多元 性别的多元 其实都 我们还有很大需要努力的空间 当然回到这样的一个案子上面 就是你们也提起的这个行政诉讼 那接下来会有什么样行动吗 你对这个行政诉讼最后的结果是乐观的吗 我觉得要看一下 其实 说老实话 行政诉讼就是很看 就是签韵的问题 你现在收到哪一个法官 大概就是哪一个结果啦 就是律师们私底下都会自己这样子说 那其实行政诉讼作为一个倡议手段 它只是其中之一 那我们还是会持续的做其他 包括就说 好啊 如果官僚体系这么僵化的话 我们就是也会继续游说立法院 干脆是修一个超级名文的法律 就说可以使用出语文字 如果要这样子 没有办法做 我们在法律上会讲这个体系解释 文艺解释 这些不同的法律解释 跟补充的方式 那如果行政机关的脑袋 没有办法转过来 那我们可能只能用最笨的方式 就让他在每一个字上都看到 他可以做这件事情 然后他才愿意做 那就只能拜托立法院 能够理解这件事情 那帮我们推动修法 那继续去游说立法院 那另外在社会大众的部分 其实我觉得回过头来 这还是最重要的啦 其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 我们都一直在做这件事情 就是当我回过传统姓名的时候 我就是希望用我这个人 活生生的出现在你的面前 告诉你说 原来台湾有这么多不一样的 不管是文化样貌 不管是命名的方式 或是生活的方式 那我们都应该要互相尊重 才能够在这块土地上 一起好好生活 谢谢莎丰安给我们 有很多的这些认识跟看法 希望有机会再跟你请教相关的问题 那我们下次再会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